好,那個畢業生的部分,校長,來,趕快就座 這個真的不好意思,在整個程序上似乎沒有很難 不過小地方,我們就是一切圓滿快樂為主 還是謝謝 校長其實要努力引畢業生的 就上次在畢業典禮之前,有一個時間跟校長合約,對不對 校長提醒你們要做到什麼事,兩個字 只有家長很用心的在地 好啦,其他人應該聽到 校長的意思就是說,希望我們畢業生一樣行 所謂會想,從一些例子上來看 第一個,校長希望我們小朋友能夠學著做自我團行 想想想我的生活,我的學習,怎麼樣更好 我能夠做錯什麼事情,什麼難過的事 希望我以後能夠好好的反省跟緊張 第二個,會想 因為會想,不是想今天發生什麼事去做反省 像我希望畢業生,會想要拿以後的想法 以後的日子做計算,做打算,做計畫 要想辦法一遍,不要好好的打算 不要做這件有用的人,要好好的在社會上面做大事 那第三個,會想 校長就希望我們小朋友要能夠學著 不要只有空想,要有實際具體的行動 你要真的要想,要讓你以後的生活更好 就是要把你的一些想法計畫 然後變成一個距離的行動 好好的努力,不要怕辛苦,堅持 那這樣子的話,記得一樣行動 這三個層面的意義,你能夠把它記住 相信在以後你求學,再工作 應該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校長還是再次勉勵 這一屆的小朋友也只有三個女生 其他都是男生 那校長,你們跟校長的時間最久 整整四年 那以前常到校長的事 最多的也是你們這一屆 不過呢,到了五年級 到了六年級之後 在好好師的帶領之下 越來越成長,表現越棒 所以校長也要代表學校 感謝我們好秋平好好師 在這兩年,那麼用心的帶領小朋友 讓我們六年級的小朋友 在這方面畢業成長 讓我們感受得到 所以還是要感謝我們好秋平好好師 那最後祝所有畢業生 將來上國中求學能夠積極努力 然後以後呢 一般公司有很好的表現 很好的成績 同樣我想也會以你們為榮 好,謝謝大家,謝謝